辽兰坏消息 大外援离队 郭艾伦落选 富豪禁赛 杨明真的无奈 总冠军可以说泡汤了 广东南兰越来越强大 引进了超级外援 专门针对辽宁南兰 而辽宁南兰的阵容不齐全 据媒体报道 辽宁南兰的大外援莫兰德离队 莫兰德更新社交媒体表示 受伤暂时离开球队 他晒出自己躺在病床上打针的 照片以及一段在场边跳绳的视频 并写道 有些地方不对劲 因为我在场上打球时 没有能量很疲惫 我从来都是不知疲倦的 所以现在说得通了 这让球迷很失望也很担心 目前联赛进入了季后赛 也是最关键的比赛状态 各个球队积极备战季后赛的情况下 辽宁南兰的大外援在医院 而且莫兰德本赛季第一第二阶段的比赛缺席 只打了第三阶段的比赛 球队之间的磨合程度 不是很好再次被缺席训练 这就直接影响辽宁南兰的战绩 第二个坏消息 郭艾伦再次被落选 本赛季也无缘了常规赛MVP 本赛季郭艾伦的数据很好 但是因为第一第二阶段的比赛中 缺席了好几场比赛 所以场数不够无缘了MVP 这让球迷很失望 我们希望郭艾伦不会因为落选MVP原因 不会影响情绪积极备战季后赛的比赛 第三个坏消息 辽宁南兰的另外一个核心 富豪上一场吃到了技术犯规 按照联赛规则竞赛一场